MuNinKy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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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們繼續跟上次講一樣 我們來洛克人X的 小小馬拉松 OK 我們之後也是連載 原則上 因為大家知道我平常錄遊戲 我平常錄遊戲實況通常都是 大概 通常20分鐘一集 那20分鐘的話 我自己估算一下大概可以打 3到4關 那我們就 以打4關 連載 為我們的標準 那我們就開始吧 話不多說了 那還是講一下 因為我不是正規的攻略網站 我不說遊戲攻略頻道 這樣 所以基本上我的技術不會說非常的好 那至於上一集 聲音有點爆 那時候我沒有調整好 那這次的調整比較OK啦 希望這次可以 再弄好一點 好 好 雖然說不上 雖然不是標準攻略 不過一半都從這邊開始打 因為 冰霜7的這裡其實是一個 很 很常見的一個 很常見的一個 攻略方式 就一切從這裡開始吧 稍微微微微一下 剛剛突然想到一件小事情 就是我要分享 我說我要分享我的 視窗給我的一個 重要的人看這樣 雖然他應該沒什麼時間看 OK OK 好我們繼續 我先聽到有點疲憊 是因為剛發現這樣很疲憊的事情 就是 呃 就握個 大家還知道一開嗎 還知道這個人嗎 他最近已經 自己經營起自己的這個 小小的健身的 這個 怎麼說呢 小天地吧 怎麼不重要 重要的是這家 我今天 一直在找東西啊 找東西 對 就搞得大家都很累 雖然不能怪他 因為 東西 人多東西都會不見 但是我覺得還是太扯了 嗯 好 好啦 不要一直抱他的料 錯了 遊戲 大家看到 OK X X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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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簡單說這是萊德博士的原文 應該說不啦 應該說是萊德博士的 就 大家知道萊德博士先生 對 他有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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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自己 設定上是萊德博士把自己的 電子 電子 電子儀式放在很多 世界各地的膠囊裡面 然後 會適時的 安裝那個 安裝武裝到X身上 但是這設定其實很奇妙 因為 我記得設定上其實是說X他 X這個台 他這個萊博士本身有無限的可能性 所以才叫X 然後這個膠囊其實 就是 這世界各地的裝甲狀囊其實是把他身上的 零件喚醒 就是 其實是讓X的能力覺醒 這樣子 因為X能力是無限的 那裝甲是他身體上 能力資料的一部分 這樣 說是怎麼說啦 就覺得 啊 但是 那 好像就是基於這個原因 所以他後來為什麼四五六代都會做幾開 應該其實到七代沒有 七代沒有 到八代的時候 救急鎧甲趕緊又回來這樣 然後順帶來提 那個救急鎧甲的 就八代的救急鎧甲其實 他造型是最不討喜的 但是 但是事實上是最強的 嗯 OK 好 X8我覺得很多人沒玩過 但我覺得X8真的是非常 非常傑出的一部作品 阿拉利丁瓜阿瑪 OK 這個以前都吸成為機器人 開機器人 所以他就是一個 你可以把它當作像怪獸一樣的東西 這樣子 概念是一樣的 好 然後他操作起來很遲緩 所以你會跑這跑的快就 他會有一個突然就流下去的概念 這樣子 好丟掉 不要 好丟掉 那大家可能看到這畫面會有點lag 是因為 好像是因為OBS的設定太慢 因為我第一集就這樣子 我不知道為什麼 所以 也有可能是因為這模擬器的關係 我不必會有任務一起玩 畢竟我沒有超人 好五分鐘六分 對差不多阿 差不多一 我們一集大概就是可以 錄個 可以錄個 錄個四關 那不然想我無限月影打法 但是我突然覺得 那可能會花很多時間 無限月影打法就是 不斷的用小子彈攻擊他 你要攻擊 小子彈攻擊一次是一滴血 這個是太大力太大力了 好了好了 認真打 認真打 叮的一聲 認真認真 先說不輕鬆認真才對 撞了 來喔 不要玩弄我 唉 好啦好啦好啦 認真打認真打 不然又要被人家閒打那麼爛 我每次玩老遊戲啊 然後會過個一兩年突然就會有人 來那邊留言說一打這麼懶 好啦認真的真的不要再鬧 不要再鬧 然後我當然 我我 不否認識我其實心情有多少受到 受到影響的 因為我本來是更早就要錄了 但因為那發生一些事情導致我現在才錄這樣 而且這一集錄完就要倒垃圾了 真的是 真的是相當的 相當的 我相當的憂傷 啊 嘿 咳 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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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好啦 我下關好好打 不好意思喔 這關就當作我現在那個手 手還不是很協調啊 咳哼 需要回憶一下 現在處於一個 腦袋沒有還沒有醒過來的感覺 還是誠摯告訴大家 錢包這種東西 拜託放在 背包裡面還是上衣的內口袋裡面什麼都好 還是放在有拉電口袋裡面 總是拜託不要放在後口袋 拜託不要放在後口袋 啊 可惡 不要放在後口袋 拜託 真的不要 我覺得太危險了 如果假如可是就這樣子 掉了兩次 真的覺得 很偷偷 真的覺得很偷偷 然後也誠摯希望大家如果路上撿到錢包啊 什麼東西喔不要按烤啊 拜託 有點功德心 交給警察交給附近的店家 我在幹嘛氣死我了 一直犯低級錯誤好難過 我覺得 我覺得很傷感是每次我找一實況就發生這種事情 我找實況就犯低級錯誤 就完全不知道為什麼 平常自己打都很順 剛剛那個地方我 平常我自己在那邊玩的話其實是 可以不用老是順不多寫 表情順不多寫就覺得 憂傷 喔 速戰數據 啊 啊 啊 hahaha 我看其實對衝渡有點害怕 我有講過X5有一隻電腦版 但是什麼大新資訊 你就EA代理然後大新資訊 然後他們的那個 我不知道為什麼 他的衝刺跳躍有時候 他讀不到衝刺這個指令這樣 所以會變成普通的跳躍 然後你的跳躍距離就會跟你一開始想像不一樣 然後就會出事情這樣 I don't know why 為什麼普通火氣這麼多呢 沒那麼多才對的呀 好遊戲 好我們來拿一下那個頭盔 我真的忘了好慘 我真的完全忘了那個 那個胸胸胛胛胛在哪 胸胛在哪裡 對呀 思考一下 喔想起來想起來 變色龍 喔對對對對對 好腦子還有點用處 YAY 這頭盔真的很妙 因為這頭盔其實 能用到的地方其實蠻少的 對就 他只有很限定的地方 就是像有 像拿手部鎧甲的話需要 然後 變色龍那邊有一個洞窟 他會有落石 然後自然 然後你有帶頭盔 那落石打到頭上不會死 不會有死 這樣子 就這麼 還挺限定的 啊 那麼多賈賈樂啊 我記得以前賈賈樂的 沒那麼多啊 是我的問題嗎 為什麼突然那麼多賈賈樂 我生氣啦 浮力雜 不 對 然後這邊其實 當年看起來挺有魄力的 其實爆風田應該是 真正的意義上是最弱的 敵人啦 因為 他的攻擊 對就是這樣這樣 就是這樣 很多人 我都沒看到 對 都是這樣 是 都是這樣 更恩 我們 在我們 啊好吧 我的能源 我的衣冠居然是空的 那無血沒關係 兩個血是打的 好好打是打的 五代有個那個疾風天馬就真的很難打 疾風天馬就是暴風天的改良版 但是他很難打的是因為他衝刺的軌跡比較多 再發 欸 不行 鐵頭好好打都會打贏的敵人 有時候就不會好好打 漏洗 人就是會這樣 一個突然想耍個花招 然後就會出事 You got storm tornado 暴風龍捲風 風啊 stone tornado 我怎麼這樣命名 我們來 東西我們就一樣一樣的 我們就一樣一樣的去 石油蒙馬像 然後不知道什麼 應該說燃燒蒙馬像 可是不知道我們那個時候 然後台版清文翻一翻成那個 石油豪豬 那樣 現在看到這個地方 現在看起來是冰成這樣 是因為我剛打了那個 我們先打了那個 那個冰晶企鵝 這樣 結霜雷企鵝 欸 嚇死我 因為我們弄到那個 已經打倒了 冰霜企鵝的關係 因為打倒冰霜企鵝所以他這邊就結冰了 這邊本來都是岩漿 會變得很難走 我以前不懂啊 對 頭鬼就是這樣用的 頭鬼就是為這個 為這樣用的 哈哈哈哈 以前不懂啊 以前不懂 所以玩的時候就是 怎麼講 不知道有這麼多裝甲可以拿 所以那時候只拿了一個 腿部裝甲 就這樣子打 一路打到最後一關 打到希克馬發現完全打不贏 因為希克馬其實 只有狼狼武器都有用嘛 一個是 一個是那個 一個裝甲球魚的那個滾滾球 一個是 一個就是 全充電飛彈 就是 這個 俗稱的火龍炮這樣 所以這俗稱火龍炮才能 對他造成傷害 而且一發 一發那個火龍炮 只能瞬一滴血 就是 就是一個這麼嚴苛的狀況這樣 然後 讓我喝一口 就知道 像充電 一旦 那一口 都 都 一場 有 一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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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Yuuzi 過了 因為我的攻略順序的關係 所以有些關卡其實 有沒有看到是他比較好打的版本 像這一關 跟 之後會打一關那個叫什麼 那個 電擊飛飛 電擊飛飛也是 也是就 如果你是打完暴風鐵硬的話 那電擊飛飛的方法變得很簡單 變得非常簡單 這好麻煩啊 麻煩是這玩意居然會 他會不會跑啊 終歸終決戰鬥 然後另外就是我覺得一代的 一代的那個 頭目攻略戰 比較多變吧 可能這也是 第一代的關係 我覺得那時候創意做還不錯 那外一點是 有點很妙 他 他不是噴火嗎 然後他其實還會噴石油 但是他噴石油這件事情是很好玩 因為 我不是說我以前玩過電腦版 我原來提世界自己出的 然後他們自己移植的 對 他不會 我今天那個版本是不會噴石油 所以就只是 我覺得他變得很好 變得過度好打 要是說人家好打 結果就 咿 咿 嘿 quest 抗是 抗是這麼極限的 我倒是這麼極限的工具了 對不起 喝 papapa pa 嘶 左啼 好選到有點晚了不過沒關係我們 再攻略一關就結束 今天的實況哪一關好呢 我們就攻略電擊費費吧 啊 對象其他關更難 電機飛在算快一點點 其實他剩下的四個打起來是有很久 至少我們比較硬的可 為什麼為什麼 這種小哥會比那個 幾乎要比 要跟頭目一樣硬 對 這邊也是有很大的改變 因為如果說你用 因為我這邊是 是已經打過暴風艇 所以他就像是因為暴風艇把這個發電場捏壞了 所以他沒有辦法儲電 沒有辦法儲電 所以變成現在這個狀況 就變成他 沒有電的狀態 又不然那個頭目其實很強 對那個剛剛頭目其實非常強 所以我這樣子雖然我不是攻略網站 不過這其實算是一個很 很常見的攻略方式 他會讓攻略速度變快很多 啊 偷偷想吃東西 肚子餓惹 你一般的原因就是肚子餓 總之就是肚子餓 不要為什麼肚子餓 picture 昔 哦 Mmm 穿牆射擊 書 樂 演得 喔 德 這是當年最強的特殊武器 想想 超危險的 好了 YES 好快喔 這關 好像剛才電機飛飛 好可惡 啊 哎呀 不曉得還要快 好吧 速戰速局 好了 算了算了 被罵就被罵吧 我覺悟了 好啦那今天好了 最後電機飛得很快 因為直接用特殊武器打得快很多 覺得 不要讓 讓實況變得太長 呵呵 You got ethical track 威力電流拳 拳拳拳拳 好 正好垃圾車也來囉 好啦那我們今天實況這邊結束 我準備離開去丟垃圾了 那很不好意思啊 剛剛看到這麼著劣的 的電玩技術 不過 就怎麼回事啦 我一直憑著小時候影響 我相信我年輕的時候打 因為打得更好 OK那麼下一集 我們也是一樣 就是直接攻略完 另外四個 另外四個頭目這樣 並且去 然後可能會再花一集的時間 去收集所有的 道具跟要素 因為大家其實剛剛看到 我剛剛略過很多東西 是因為特殊武器跟裝備都沒有拿起 所以很多道具 是一時是拿不到的 那之後我 我下一集就是再攻略四大頭目 然後 在下一集就是去收集要素 只要再就是 一關一關去攻略 那個希克馬城 OK 那麼今天實況都沒結束 好的謝謝大家收看 那不好意思 希望大家看到如此 如此如此如此 這樣的技術 好那麼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一會兒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 吧 我們下次再見